iPhone XS这款机器从上市当初一直到今天好像一直都不受大家所关注 因为上面有它的大哥XS Max下面又有它的小弟iPhone的X 所以说导致它的关注率不是那么高 今天小开花了一个1200块钱的这么一价格收到了一台iPhone的XS 手机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美版无锁重新装的机器 一个64G的内存 手机的话跟iPhoneXS Max以及iPhoneX搭载了同款A12的芯片 性能方面没有任何问题玩游戏不会出现卡通的情况 日常使用也是非常流畅的 这台机器为什么会那么便宜呢 它比市场的价格便宜了好几百 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它的电池只有一个76%的这么一个电池效率的 所以说它的价格是比市场机器便宜了好几百块钱的 当然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 100多块钱就可以去更换一个电池的 我个人感觉这个LOG还是捡得非常值的 屏幕方面一个5.8英寸的OID 视网模机的屏幕显示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特别棒啊 比iPhoneX的LCD屏显示效果要好上很多 我个人感觉啊 后置摄像头的话 也是刷一千两百万的摄像头 支持一个长焦以及一个广角的摄像头 拍摄能力也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台机器卖不过iPhoneX 因为屏幕方面以及摄像头方面都比X好像很多 价格方面现在也是旗鼓相探的 大家可能去选X 可能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那么一个单层散热主板 玩游戏可能发热没那么严重 其他的话说实话真的不如iPhoneXS 因为这是毕竟是一台正二八景的苹果高端起电机 不是X那种终端机可以对比的 做工以及手感的话都是非常棒的玻璃 后盖金属边框 拿到手里面真的特别有质感 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对比一下iPhoneX以及XS这两款手机的手感就知道了 怎么叫起电机以及终端机的这么一个差距 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屏幕 研制的话我个人感觉也是非常可以的 这台机器今天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再见